欢迎收看订阅我的视频 Hello大家好 我是阿克 今天我们再来 我的世界的神奇宝贝模组 上一期我们老村长 去打了一下火焰道馆 用我们最新组出来一个阵容 是不是 就把牛巨人和暴飞龙替换进来了 换掉了班吉拉和谁来着 班吉拉和快龙 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我们就差一丁点 好像就差喷火龙的 还有大概十分之一的血 就能赢了 所以这一期我们再把水系军团 更加加强一下 尤其是暴里龙得给他生成 跟其他人一样的等级 然后最好还能再学掉一些 其他的技能 其实最主要的 还是通过上一期的战斗 我们总结了好多的经验 我在这都写下来了 有好多的经验 比如说他出谁的时候 我应该优先出谁 是不是 现在我总结了一下 所以我觉得这一期 我们非常有可能 就能完成火焰道馆了 先要给他们练一下 让他们增强一下 之前我们前两期 一个是在岩石那边 在石头山 再一个是在沙漠进行了练击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 非常适合水系的练击 那就是黏土山 是吧 黏土山有好多的火系 岩石系和地面系 都是被水系刻的 所以我们这一期去 黏土山练一下 走 好的 这是老存党的黏土山 老存党黏土山 我们有好久没来了 大高原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好 我们开始战斗 暴力龙 今天主要就是练暴力龙的 暴力龙来打几个 至少升到51级 最好所有人都能升到个52级 53级 这里可能就好了 念力托偶 暴力龙来打他 念力托偶 不管什么了 我们就用水系的就行了 是不是 水泡 来吧 他躲避了攻击 什么 那我就用水流围 好 一招秒了 龙龙石 26级 这来了 这个可以 经验值多 但是这个我们必须用暴飞龙来打 你飞这么低 飞这么低 我还不打你 龙爪 完了 他先用了龙爪 他先用了龙爪 我也是龙系 那完了 这个暴飞龙 我们可能打不过了 这个暴飞龙可能打不过了 巨爪怪 巨爪怪用 还是用水系来克制他是吧 用地震也能打得动他 因为他是那个龙系 他没有飞行系 地震 巨爪怪果然能扛 地震打得不错 还能不能再用出一下地震来 用不出来了 他先出招了 好 我看我 我谁 你有巨人又有地震 你有巨人又有地震 地震 哇 你有巨人就没有巨爪怪 那么能扛了 体力不支 甲鹤人蛙 必定先出招的 飞水手里剑 打了几下 两次 哎呀 才打了两次 哇 他一个龙爪 秒一切啊 水剑柜 mega进化 我这个水剑柜 好像是特攻比较强 但是水之波通的 攻击力跟那个水流尾相比 还是差很多 所以我还是用水流尾吧 是吧 水流尾 来 超进化的水流尾 他火系好歹应该被我克吧 不过我不扛他的龙爪 他如果先出龙爪的话 哎 扛住了 来 水流尾 没打死 糟了 这下不好办了 是吧 只能再用下水流尾拼一下了 他速度比我快 完了 我们只剩下一个暴力龙了 暴力龙 你能不能先出招 你能先出招 我们就赢了 水流尾或者水炮 水流尾也能赢 只要能发出来 水流尾 扛住了 耶 赢了 哇 我们六个人全部出场 终于干掉了他 好 暴力龙升了一级 哎 正好是暴力龙得经验 是吧 其他人都没得经验 太棒了 全部扔掉 这边有一个女友巨人 哇 这女友巨人 好像比我抓的那个还要大 嗯 哎 一般吧 走近了看又一般了 好 来暴力龙教训他 暴力龙 教训他 哎 直接用水系 是吧 水炮 躲避攻击 我这水炮命中率有点太低 我再用一下 我这次打中了 但是攻击力也没有太强 是吧 没有特别的强 水流尾 我来看看水炮的那个命中率是多少 怎么总是打不着呢 来 技能 水炮 命中率也有80呢 还行啊 水流尾是90 咬碎 球鱼 嗯 球鱼我学了一直都没用 好 哇 巨金怪 太棒了 啊 又刷没了 啊 这边 哦 刷没了还是瞬移了 怎么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巨金怪 好像 那边有个金属怪 等这个上面好像有个巨金怪 啊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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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看错 我没看错 你是飞过来的 还是新刷了一个 巨金怪 这个我看多少集啊 多少集啊 让我看清楚 别跳了 别跳了 六 五十四级 五十四级暴力龙可能干不掉他 那 巨导怪吧 来 巨导怪 干掉这个 这个巨金怪 你们俩都巨吗 是不是 看谁更巨一点 避锤 避锤 好容易 我斗戏打钢戏都打不动啊 我斗戏技能打钢戏不是应该砍瓜切菜吗 哇 没那么容易啊 那好 你有巨人吧 两个斗戏来对付他 你有巨人 我又是巨 哇 我这双巨对一巨还能打不过你 爆裂拳 真气拳 哦 这两个其实都不好用 这两个一个要聚气 一个命中率特别低 哎呀 好爆裂拳吧 看能不能运气好一点 哦 果然打中了 他混乱了 哇 他混乱了 来个地震得了 好 赢了 双巨战胜的一巨 全部获取 哦 有一个喷火龙 喷火龙boss 爆裂拳 我们飞起来 走 我用水尖规出场 他不是火系吗 哎呀 没打中 哎呀 没丢中 来收回来 扔你肚皮 啊 我这摁出E来了 好吧 来 Mega进化的水流尾 他肯定会用飞行戏机能打我 嗯 这有个矿车宝箱啊 这飞在高处就是有好处啊 这啊 这是 这有个刷块龙吗 我我我扛住了 我水流尾打他怎么样 躲避攻击不带这么累的吧 居然躲避攻击 再来一下 啊 又扛住一下 我只打这么点啊 那不好办了 水流尾 他先打了啊 他先打了 那甲鹤人哇 必定先出招 飞水手里剑 打几次 打了三次 哎 还不错 还不错 能不能扛住一次 扛住了 他有火系打我水系 我就能扛住啊 飞水手里剑 先出招 打几次 五次 五次能不能秒他 耶 赢了 我这个先出招 打五次 是大赚的 学习装置 其他的扔掉 哦 这有一个刷块龙 我赶紧给他挖掉啊 这个刷出蜘蛛来 还是挺烦人的 挖掉他 然后这一个矿车宝箱 来 金苹果可以有 红石可以有 铁定可以有 火把可以全收了 火把全收了 别的就没用了 然后我看到那边 还有个矿车宝箱是吧 走 我们再飞出去啊 暴飞龙 走走走 水尖龟已经 已经不能出来了 暴飞龙 我们飞到那边去 刚才我在高空 看到这边 还有个矿车宝箱 果然在这 矿车宝箱 哇 这个方向 我们从来没来过是吧 煤炭 煤炭可以有 别的就算了吧 没用了 哦 那边难道又有刷怪龙 我可不希望碰到那些蜘蛛 那些蜘蛛还是挺难对付的 我现在没有任何这个对付MC里面这个怪物的武器了 这个boss有点高啊 但是我决定还是去打他了 走 暴飞龙上 走 然后水尖龟先出场 啊 不对 他是没 哦 他也有火系 是吧 火系加龙气 水尖龟先出场 哎呀 又没扔中 收回 水尖龟先出场 好 扔中了 Mega进化水流尾 不要像刚才那样了 哎 这次又是在高空 我们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啊 有没有什么 可疑的东西 嗯 可疑的东西 好像没有啊 哦 已经开始打了是吧 我用水流尾打了他一下了 哎 我扛的不错呀 那我试试水质波动 跟水流尾哪个效果好一点 水质波动 水质波动没打着 浪费一下 再水质波动 完了 他俩用不出来了 他用了暗影爪 好吧 那我用暴飞龙的龙爪吧 龙爪他用空气燃 哎 龙爪为什么没打动他 龙爪 他用空气燃 啊 我体力不支了 哎 我龙爪好像没出招啊 这好像出bug了 只有他在出招 我出不了招了 好像是出bug了 地震 地震打动 地震给他秒了 哇旁边又有个boss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的boss 怎么这么多的boss 赶紧先制 先制 快快快 又有个金属怪 我这个也得飞起来扔 要不然不可能扔得着 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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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用飞的 来 又一个boss 我boss刷新率应该是没调高啊 应该是普通的 这个也水尖规 先水尖规吧 来吧水尖规 mega进化 水流尾 我们来看一下周围的情况 接着一个机会 全是钻脚犀牛啊 哦 扛住了 他用了热风 并不是很有效 水流尾 水流尾才打这么点 我试试水之波动啊 水之波动 扛住了 水之波动 水之波动要强很多呀 哇 看来我这个特攻强的 这个水尖规 还是适合用水之波动 暴飞龙 来给他个龙爪 龙爪 不知道为什么上一个那个喷火龙boss 我们这暴飞龙的龙爪总是打不着他啊 好像是有点bug 犀牛 犀牛也打吧 犀牛 暴力龙上 干掉这个犀牛 来 水流尾 哇 一招秒 很好 又生了 是不是 50级了 破坏光线 暴力龙可以学破坏光线啊 嗯 球鱼踢掉 球鱼踢掉啊 我好像一直不用 给他踢掉得了 打这个钻脚犀牛 来 钻脚犀牛 他叫钻脚吸收啊 是吧 他升级之后就不叫钻脚犀牛了 是叫钻脚吸收 水流尾 哦 完全克制他 又一个兔兔头盔 扔掉 哦 又一个boss 哇 这boss很多呀 传说boss 嗯 好的 战斗 啊 我应该用水之波动 我又忘了 哎呀 我应该用水之波动啊 又用水流尾了 这习惯性的就用水流尾了 虽然他攻击力高 但是我是特攻剑场 他用了什么 他用了空气斩呢 哎呀 水流尾也没打洞 完了 那水剑柜送了 水之波动 完了 也波动不起来了 好 我用甲克人王 这个b定线出招 飞水手里剑 攻击了三次 哎呀呀 只打这么点 扛不住 他一直在用空气斩 飞行系 飞行系对岩石系刚系不好 但是我也没有岩石系和刚系 我也没有电系 那我用暴飞龙吧 跟他对飞 龙爪 空气斩 剩一地球 哦 不对 体力不支了 哎 回了一点 但是我有没有打动他 我好像没打动他 飞翔呢 他用了翅膀攻击 哦 这是一个火系加飞行系的 哎 那我还是得用水系啊 来吧 来用水系 啄流 哎呀 啄流为什么又没攻击呢 哎 又出bug了 我这不攻击了呢 你有巨人 你有什么招 地震不行 哎 用个鬼系的试试吧 潜灵七七 我这也扛不住 完了 这个我们可能是打不过了 来吧 水流尾吧 水流尾 啊 扛住了 哇 暴力龙居然干掉这个传说boss了一招 哇 暴力龙 我对暴力龙这个这个看法刮目相看啊 这是要 我对暴力龙刮目相看了 太厉害了 本来我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居然他把那个boss给秒了 还是个传说boss 哎呀 这会全刷的一些小的 没有没有个大的呢 这个蝎子应该级别不低 龙王蝎五十级 果然啊 暴力龙 我对你刮目相看了 干掉这个龙王蝎 水流尾 毒针 他用了毒针 我中毒了 不过中毒也没关系 水流尾 嗯 好的 干掉他了 哎 那边有个大蝎子 嗯 这些东西要刷都是一起刷出来的啊 那边有个金属怪 好像大蝎子龙王蝎五十三更高 越高越好啊 水流尾 哎呀 没没没没没打动多少啊 来个破坏光线是啊 水炮是 水炮 好 水炮攻击力更强 再来个水流尾 哇 他这一招打了我不少 好了 毒针 得了一个毒针 应该快到五十一了吧 哦 喵阿花boss 好的 别刷没啊 我看见你了 别刷没哦 这在那边 我得飞过去 我得飞过去 在峡谷的那一边 好 不要刷掉啊 来 喵阿花花的话 我应该用暴飞龙 是不是啊 飞行系的来克制他 要不然他克我的水蟹 飞翔 来吧 飞上了天空 来 还不错 是吧 这个以前Teddy经常用 暴飞龙的飞翔 来打喵阿花boss 我现在也用这一招了 来 飞上了天空 躲避了攻击 好的 哎呀 等一下啊 还差一点点 再来个飞翔 他用花板舞 然后我又可以躲避一下攻击 然后飞翔 太好了 看来这一招还是很好用的 11级 技能回忆教学者 我有什么要学的吗 对 我记得我暴飞龙要学一个恶系技能 是不是 我要把一个恶系技能学回来 龙爪 80 喷射火焰90 飞翔90 一念头锤我不用好我我用咬碎 恶系可以对付那个火焰道馆的那个水晶灯火灵 那个家伙是鬼系的 所以用恶系可以克制他 哎 水流 哎 好干掉了 这个念力突 我应该是 哦 好像是超能系的 不是鬼系的 念力突好像是超能系的 哎 暴力龙 教训他 暴力龙 哎呀 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水流 哎 好的 一招秒 暴力龙升级了 好了 这下大家都51级 其实可以把升级开放了是吧 然后大家就都开始升级就行了 再开启 好 最后一个开启 好了 这下大家都可以升级了啊 愉快的升级吧 那边是萨瓦娜了 下面有个boss 我们下去打这个boss吧 走 稍微有点困难 下这个地方 可能会摔 不过无所谓了 我居然没有摔 哇 摔了一下 基本安全 来 用 还是用暴飞龙的飞翔比较好 暴飞龙 战斗飞翔 飞翔 飞上天空 躲避攻击 一个飞翔 好的 他用了 他用了什么 神圣撞是吧 飞翔 又使用飞翔 飞上天空 躲避攻击 然后一个飞翔 好的 太轻松了 又是兔兔兔龟 最近得了好多 来 这一下 这有个麒麟旗 我看麒麟旗是多少级的 41级的 不错 怎么刷没了呢 又出现了 什么现象 好神秘 他的行踪 好神秘 他会 他会隐身吗 突然隐身了一下 来 水流尾也没打着 水流尾 体力不支 好的 你有小人 好大一片 粘土山 这片里面能不能让我第一次发现一个火焰鸟祭坛 这玩意还没从来没见过呢 我飞一飞 看看有没有希望找到一个火焰鸟祭坛 好像还不如你有巨人的 你有巨人飞起来好像还没这么遮挡视线 我再换一下吧 飞起来之后 对 也就不怎么遮挡了 好 嗯 啊 一个喷火龙boss 我看见了 喷火龙boss 我看见了 我看啊 没有集团是吧 我现在打boss还是 哇 那边又有个牛巨人 跟这个喷火龙是一个颜色的 这个喷火龙是龙系 那我就用暴飞龙了 龙爪 他用热风 他并不是很有效 还打了我这么多呢 哇 他肯定会先出烧 这个 这个我 我好像没办法了 我只能 哎呀 我没死 我还剩了一点血 哎呀 再用个龙爪 这次没希望了 每次都是他先出招 那我现在贾鹤人 必定先出招 稳赢了 飞水手里剑 好的 达人带 神奇糖果 扔掉 好 马上来干掉这个 你有巨人 你有巨人就暴力龙就行了 暴力龙 水流尾 一招 一招解决问题 哇 这是有史以来 掉东西 掉的最多的一次了 整个物品篮都满了 全部扔掉 喊剑boss也得暴飞龙啊 别人都被克 来吧 暴飞龙 飞翔 飞上天空 躲避了神神创撞 一个飞翔落下来 好的 他用神神创撞 然后他又有反伤 好 再一个飞翔解决问题 飞翔 又躲避 好的 我下来了 赢得对战 谁52了 巨爪怪52了 巨爪怪52了 那的话 这样的话 大家都得升到52 比较合适啊 哎呀 火焰祭坛 到底长啥样啊 这年土山 还有一片大水塘 巨金怪 让我们战斗吧 对我 女友巨人的招 应该重学一下 女友巨人 现在 这两个格斗系的招 其实这个 都 效果都不好 真气拳 要 要 要聚气 然后如果被打断的话 就发不出来 爆裂拳命中率特别低 其实这俩都不好 拼一下人品吧 你有巨人体力不支 说什么呀 高速移动 爆裂拳又躲避 是不是 爆裂拳很难 完了被干掉了 这个爆裂拳很难命中啊 我还有谁有格斗系的 巨爪怪有 碧锤 哎呀呀呀呀呀 格斗系的碧锤都打不动啊 巨金怪不愧是半神兽啊 碧锤 不过他还好没有什么正经招啊 他一直在胡乱用着 电磁漂浮什么的 哇 我要控制他的话 早就赢了 哎 有个爆飞龙 有个爆飞龙 上去干掉他 51 我也51 好 堂堂正正啊 堂堂正正的对决吧 爆飞龙之战 龙爪 好的 不错 你看他不会用 哇 我无损 哎 这个波士可多拉是吧 波士可多拉好像种族值也有530呢 嗯 50级好的可以打 波士可多拉我用谁呢 就用水系的就行了 暴力龙也行 暴力龙吧 暴力龙来用水系的克掉他 来 水流维 他好像是钢系加 加岩石系吧 钢系加岩石系 水流维可以克制他 勇士雄鹰 音乐响起 音乐响起 我是不是应该去战斗了 我是不是应该去火焰道馆 去战斗去了 现在有两个三个52级的三个51级的也还算行 不算特别吃亏是吧 好这个怀炎鸟祭坛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每天训练成果的检验是不是 我们去检验一下今天的训练成果 看看能不能打过火焰道馆了啊 我觉得今天非常有希望 我们又总结了很多经验 走 我们去 怀炎道馆 我又来了啊 直接飞上去 直接飞上去 这次用你有巨人飞上去 你有巨人走 馆主 你在哪儿 馆主 我 让我上来 等 这边有个什么蓝颜色的东西 这上面还刷了一个小猫怪 但是我被卡在外面了 我在栅栏外面 你有巨人 我们还得继续飞 我们在栅栏外面 你有巨人你太大了吧 你有巨人 你有巨人你能不能进得去啊 到底 哇 你有巨人好像进不去啊 小猫怪着火了 他在找我打了 水流尾干掉他 哇 你有巨人好像是进不去啊 这个栅栏这个地方 全部扔掉 那我换吧 换那个暴飞龙吧 哇 我居然卡在这个台阶上了 非常危险的地方 啊 暴飞龙可以顺利的进来 啊 暴飞龙也着火了 大家能不能不要这样啊 来 好的 管主 他先出这个火焰机 是吧 根据我总结的这个经验 他一开始出火焰机 我应该出 我出暴飞龙可以 是不是 他的斗系不克飞行系 我出暴飞龙 或者你有巨人都行 对 你有巨人吧 你有巨人鬼系更不怕他 所以我们还是出你有巨人 来吧 出你的斗系火焰机 好的 然后呢 我们就用 对 这两个斗系技能没用 用地震就行了 是吧 地面系磕他的火系就行了 地震 他用火焰梯 哇 我打的还不如他多 怎么办 他速度快啊 地震 哇 他果然他速度快 你有巨人白白了 甲鹤人蛙先出招 飞水手里剑 一定要干掉他 先出招干掉他了 然后他出风速狗 风速狗 他的风速狗 好像也有斗系技能 我必须换人 因为他风速狗 克我的甲鹤人蛙的斗系 所以我必须换人 我必须换暴飞龙 近身战 近身战 好 斗系对我飞行系 效果不好 那我就用 其实我打他 没有什么特别克制的 他是火系 纯火系 我用龙也行 用飞行飞翔也行 龙爪吧 直接是吧 直接龙爪来吧 龙爪 喷火炉上来扛了龙爪 好 算你狠 火系加飞行系 我换不换人呢 我换水箭龟上来 我换水箭龟上来 水箭龟上来 麦克进化他吧 来 水箭龟上 扛一下 扛了一条闪焰重蜂 还行 麦克进化 水之波动 这次我记住了 我应该用特攻 不应该用物攻 来吧 水之波动 浇死这个喷火龙 把他浇灭吧 来 还好扛住了 他用了杂技 水之波动 赢了 可以了 风速狗又来 风速狗又来 是吧 我水箭龟就送给他得了 是吧 水箭龟估计下一次再换出场 也没有什么胜算了 所以就水之波动拼一把吧 果然他用了神速 他的狗每次都用神速 好 他风速狗有斗系 我用暴飞龙 飞行线 来 直接一个飞翔 龙爪吧 龙爪 他用了火系技能 龙爪 打得不错 暴飞龙好样的 然后再用一招 龙爪 他又换人 水晶灯火灵来扛龙爪 水晶灯火灵 我暴飞龙就有这个什么 就有恶系的 我直接一个恶系的就完事了 上次他用暗影球秒了我的这个 这个什么 暴飞龙 上次他用暗影球秒我 他现在肯定又是这么想的 等等我看我换人的话换谁啊 暴里龙有恶系的 假和忍蛙也是恶系的 我应该有假和忍蛙 假和忍蛙来吧 完了 他用了热风 热风应该打我不多 我水系 我用恶系打他 效果不会很好 所以我用飞水手里剑来克制他 飞水手里剑 他收回了 黑鲁加 但是你确定黑鲁加能扛得住 不错 不错 先出招 他收回黑鲁加 这下我大转的 他每次出来都被我飞水手里剑打一遍 不错 他一直在换人 我就一直干掉他了 果然假和忍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员 我们先出招太厉害了 但他风俗狗有神速 看谁先出招了 飞水手里剑 我血多的时候他不会用神速 水晶灯火灵又来了 飞水手里剑先出招 五次 他好像白白了是吧 白白了 然后黑鲁加 我又是先出招 飞水手里剑 赢了 赢了吧 应该是赢了吧 赢到对战 果然是这个贾赫人挖 主宰了这场战斗 太棒了 我们得到了深红徽章 掉地上了 全部掉地上了 烈焰粉扔掉 不能掉地上 不能掉地上 还有什么可以扔掉 红牌扔掉了 好 这怎么能掉地上呢 这是我道馆奖励 是不是 好不容易得到的 终于打过你了 实力相当 这个比飞行道馆 那个馆主要简单一点 尤其是我们这个 选对的人 贾赫人挖 这个飞水手里剑 先出招 干掉了好多人 是吧 太棒了 赶紧支持一下 Pokeo OK 好 我们今天终于 完成了一个道馆 叫做这个火焰道馆 是不是 其实我线下探图的时候 还探到了一个 寒冰道馆 回头我们去看一下 寒冰道馆 是不是实力相当 我还没进去看 好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